一个刚进入NBA的二轮新秀 如果想要在短时间内让更多球逼认识自己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在过去一周内 六马队的内姆·布哈德给了所有人一个最佳范例 11月29日 他在洛杉矶的斯大普斯 迎着詹姆斯的封盖 投中了制胜三分 绝杀了胡人 一周之后的12月6日 他又在旧金山砍下31分 8篮板13助攻 表现完爆对位的库里带队赢球 大家好我是Marco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讲讲 内姆·布哈德这位二轮新秀的故事 今年22岁的内姆·布哈德是一位大龄新秀 身高1米96的他 在高中时曾被评为五星高中生 大学时他先是在佛罗里达大学校立 随后转学至钢萨加大学 并在那里校立一只大四 大四那年他场均拿到11.8分5.8助攻 三分面证率38% 入选了WCC第一阵容 有趣的是 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这位大龄新秀 六马在第二轮的第一顺位才选中了他 有趣的是 勇士客户人都曾有机会选下内姆·布哈德 但最终勇士用第28顺位选择了鲍德温 后者目前场均只有2.5分 1.5篮板 而呼人虽然对内姆·布哈德非常有意 但拥有35号牵的他们 还是被31顺位的六马给截毒先登了 本赛季至今 内姆·布哈德场均可以拿到9.1分 2.8篮板 4.2助攻 三分面证率高达42.9% 此前表现中规中矩的他 终于在对阵勇士的这场比赛中 让全世界都认识了他 迎战勇士之前 几乎没人相信六马能带课场取胜 因为他们的内外线双合 哈利伯顿和特纳都异常确诊 而且勇士此前主场11胜1负 六马则已经连战五合课场 人困马乏 但内姆·布哈德却让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这场比赛 内姆·布哈德打出了生涯目前最高光的表现 21投13中 砍下31分8篮板 并且送出了13次助攻 新秀赛季打出单场30分 加8篮板加10助攻 加53分的球员 此前只有基德 库里和特雷扬三人 在他出场的41分钟里 六马赢了勇士队16分 而他不在场 球队则竞辅8分 足见内姆·布哈德的重要性 尽管内姆·布哈德对位的是库里 这位超级球星 但是他却掌控了比赛节奏 三节就已经拿到21分10助攻 第四节 勇士一度反照比分 但关键时刻 内姆·布哈德运球广盖库里 投中一季 关键三分 整个第四节 他砍下10分3助攻 防守球队守住了优势 并且最终拿下了比赛胜利 库里则为内姆·布哈德 防守到全场持7投仅3中 只拿到12分6助攻 这场表现被内姆·布哈德玩爆 赛后接受采访时 库里也称赞起了这位新秀 内姆·布哈德打得很不错 他很好的掌控了进攻节奏 他能和他们队伍里的 大个子们打挡拆 同时也能让射手们再敌脚命中三分 有段时间我们已经给了他很强的身体对抗 试图去阻止他了 但是他依旧能够在关键时刻完成进攻 而一周前 同胡人的比赛内姆·布哈德就已经用一记三分绝杀 让胡人球迷记住了他的名字 第四节开始之前 胡人队都还手握9分的领先优势 但末节六马队开启了疯狂追分模式 本来詹姆斯的高难度抛投已经让胡人看到了赢下比赛的希望 但是在中场哨前 内姆·布哈德却顶着詹姆斯的封盖 投进了鸭哨三分 让六马一分反超赢下比赛 内姆·布哈德能有今天的表现 和六马队慧眼诗珠也分不开 他们给这位二轮秀开出了四年860万的合同 其中前三年640万的合同都是全额保障 这也是NBA历史上二轮新秀拿到的最大合同 卡莱尔曾表示 我曾和许多空位合作过 比如基德和特里 我在内姆·布哈德的身上看到了内姆球员的特质 我也喜欢他的组织能力以及控制比赛的能力 我看中的不仅仅是他的技术 也有他的心智 作为一名大林新秀 内姆·布哈德确实天赋不出众 但他的大局观却是在大学比赛中磨练起来的 他如今已经成为了继哈利普顿之后 六马队的第二组织核心 能投篮能组织 真正的物超所值 在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之后 内姆·布哈德还能复保持平常心 继续优秀表现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 别忘了点个订阅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